第四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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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譽為近年最吵的 RPG 遊戲 備受玩家喜愛的女神一文露 在本週的官方迷你節目中 介紹了皇家版的全新內容喔 首先公開的是兩位新登場的主要角色 一位是全新女主角方澤霞 身為體操選手的她 將會在故事中成為怪盜團的成員 而另外一名新角色玩喜託人 則是學校的輔導老師 玩家將能夠從她那裡得到許多意見 進而培養過恩官的阿爾卡納牌 接著在全新加入的第三學期中 玩家將能夠遭遇到許多以往不曾遭遇到的事件 例如地區掃除活動 又或是與怪盜團的成員一同新年參拜 除此之外 全新的地圖場景吉祥寺也將開放讓玩家探索 玩家將能夠前往吉祥寺的繁華街 觸發各種新事件或是娛樂設施 甚至還可以在當地的水族館 與方澤霞等女主角培養感情喔 除了以上的主要內容之外 以往只有訊息的怪盜通信 現在也變得會傳送照片了 而原本只能在天鵝蓉房間攻略的卡羅莉娜 和瑞斯汀娜這對雙子 在皇家版中也有機會 和你一起來到外面的遊樂園放鬆一下喔 不只如此 遊戲還追加了將人格面具和體食的警報 以及全新的強敵凶魔等眾多內容 想要知道更多女神一文錄五皇家版情報的話 就請持續鎖定電玩瘋的後續報導喔